這條褲是有另外這個灰黑色的 是一個中高腰的牛仔褲 它的尺寸是偏寬鬆的 尺寸也是偏寬鬆的 我現在這條是細碼 其實是有空間的 是鬆動的、充裕的 兩個色 除了那個尺寸是寬闊、寬鬆之外 其實這款有很漂亮的一些復古設計 就是它的褲頭這顆柳 旁邊兩排柳 都是用了一些比較復古的 Vintage風格的柳 去做設計的重點 這個其實是袋子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不會用的了 掃給大家看看 可以打開 裡面整個都是褲袋的設計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不用的了 不過 除了你說 旁邊這個位置 這裡也還有一個袋子 如果你說隨便 可能很快的 攝一攝電話 可能這個位置都OK 都方便的 這個你願意做一個 Style的 點轉 這樣會適合一點 不需要擔心 開了樓之後會不會走光啊 不是的 它是袋子來的 不過它是在袋子裡 加了一個樓 你真的可以當袋子用的 不過自己就覺得 的確不是太朋友 你沒有理由開了樓 才放些東西 你還要開光啊 我自己覺得 嗯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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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它的設計 它整個是一個闊褲的褲型 來的 少少喇叭剪 對 因為你會看到 你拿起來 我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是直腳的 一個闊褲 但是穿上去 是有少少喇叭剪的 對 你會覺得是很修長的 Cutting 那這一間的褲 一向我都是 跟得他們很貼的 特別是牛仔Cut的 單品 因為他們的 嗯 雖然它只有三個馬 但是它那個 本身平方的尺寸 是很充裕之餘 它是有後象根 彈性度 都是寬鬆 所以他們的 細馬 其實都可能等於 某一些牌子的 中馬 的尺寸 都是比較寬鬆的 但是寬鬆得來 它的Cut是非常漂亮的 穿上身 不是累積 不是一個over size 但是它是鬆得來 你整個型 都是收得很好看的 那這個是我 追隨它們的一個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 還有 之前呢 有些牛仔褲 都已經下架了 對 現在它有出身款 舊款 他們就已經是 finish了 停產 所以如果喜歡 這類的牛仔褲 就可以看一下 這一款 喜不喜歡 那這個呢 如果你自己是喜歡 爛褲 其實這個款 因為它這個位置 有個點絕 那你爛褲 這裡都會 展示出來的 這個款爛褲 都漂亮的 就算如果你不爛褲 像我現在這樣 蓋一點點 即是不喜歡穿衣服的話 那你這裡 都會有東西看 都會有一個 挺漂亮的 低調得來 又不會太 就是低調得來 又有東西看 因為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復古磨砂金色 抱歉 它是金金的 帶一點點古銅的 對 不是磨砂 抱歉 是一個 挺有趣 挺特別的一個設計 對 都說多次 這個是有細中大馬 三個馬分 我現在示範中 這個是細馬來的 那你會見到 其實彈性度都幾充裕 就算我平放 我平放 它也是鬆鬆的 對 即是不是 不是小小的 那類 你看到這些位置 其實一點都不蠻的 對 其實都是寬鬆的 即是它平放的尺寸 都是鬆 偏寬鬆 但是你會見到 那些收腳的形 都是很漂亮 那這個是真是 要值不留意的 一個牛仔褲款 那